今天带你们看一个牌屋 是刚拿锁时刚起好 马上可以入住的 这个Layout够力哦 还有整个Buildout啦 3800方车啊 听好啊是3800啊 这个地点呢就在于五种办了 前面呢这个就是我们的Guard House 你可以看得到它的所有的环境 都是做好的公园跟花啦 然后甚至我们的里面到外面 都是有24小时的保安Security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里面的马路啦 都是很宽敞的 甚至所有屋子的旁边啊 都是做美一美的Landscaping给你们的 那这样子的绿化环境啦 管理杯不贵不贵 只需要$150 哦不错哦 你可以看得到它的外观 所有都是很modern 很时尚的感觉哦 哎呦哎呦就是屋顶啦 没有发现到我们的屋顶是往内 而不是往外的嘛 以往如果是往外的屋顶的话啦 都会有流水的痕迹到房子嘛 对吗 往内就绝对不会有这个影响 然后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carport的位置啦 如果你想要搭两辆车呢 里面绝对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你有四辆呢 这里咯 所有的房子啦 都是有五家一房 还有六个厕所 在告诉你们那样东西啦 我们都是采用Vila concept在里面 记得哦 这个是全景的排布杆啦 都是直接嘛 直接的吧 去去去去去去去 加上这一个是individual title 你可以做你想要做的任何一个 替代在这个房子 那一进到来啦 你看到我们的左手边就可以一个干厨房啦 又可以放bar table来放你的东西 又可以放洗手盆 奥温 雪櫃 全部都可以在这里 另外一边呢 就是我们的四厨房啦 你可以看到一样东西就是啦 这里四厨房 烟油完全不会去到你的客厅的 又可以一边煮东西 一边看着水回来 当然啦 如果你想要有更加好的饮食的话 也是可以盖起来的 厨房出到来 这里就是吃饭的area咯 六到十个了 绝对没有问题 standard 哇 这个客厅那么大 OK喔 那 这一个客厅呢 是完全没有楼梯口挡着的 它还要比一般的排屋啦 the ceiling height更加高 这一边又可以放sofa 那边又可以放sofa 这边又可以放sofa 看到那个空间啦 你看啊 有多少个排屋啦 是有balcony的 一走出来就有五层的balcony 像刚刚我们有讲到什么是vila concept咧 就是每一间屋子都有自己的balcony还有公园 看到吗 有没有大自然的feeling 现在我们带你们去看楼上 平时的排屋呢都是三层半左右的楼梯 但是我们是有五层 上到来就有自己的小客厅咯 这个就是我们的主人房啦 其实我很久没有看到那么大的主人房了 又可以放到一个爽人床 还有那么大的一个空间 又有balcony 还可以放一个很大的wardrope 又可以放一个梳妆台 讲明vila concept嘛 这样vila concept就一定要有更多的休闲空间 那你看我们的balcony 对面又有一些balcony 看到吗 这个就是给你们休闲 又可以喝下茶的地方 二房都那么大 跟主人房都没有什么分别 又可以放到床 又可以有这样大的空间 最重要还有wardrope area study table 还有一个休闲空间 那你们看最后一层 那最高楼这边呢还有两个房间 而且两个房间都有自己的厕所 其实每一间房啦都会有自己的厕所的 这两间的size是一模一样的 甚至啦有balcony 又有很高的ceiling 很高条很舒服 就好像duroplex的concept 有没有发现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啦 不管是客厅一楼跟二楼的地方啦 全部都是很充足的采光 带你们看最后一个地方啦 这个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地方 为什么呢 这个房间呢可以拿来做成卡拉OK房 小的电影院 甚至可以拿来做成一个games room啦 两分钟都不需要 就可以连接到maxhighway ltbhighway delichighway 所以是很方便的 有兴趣联络我 因为单位不多 剩下三个间 你的那些律师费啊 杂费啊 全部都是免费了 他已经不需要给搞个了 那如果你的银行啦 能过得到你的论的话啦 5000块就能得到了OK 所以今天我这里就结束了啦 拜拜 好 好